41平方可以做到三房 58平方可以做到四房 但其实我发现58平方可以做到五房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ki 今集是带大家来到小香港之称的中山三乡这个位置 来带大家看一个新楼本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福色的公寓 世光集团所打造出来的前寓 这个公寓的话 目前还在未定价的一个情况 是应酬当中的 不过的话它具有一个稀缺性 因为周边的话还没有任何像它这样的产品 所以的话真的说得上是做独市生意 如果你说到时出租的话 我觉得租金所有回复率各方面的话 都可以给到一个不错的收益大家 重点是实用率超强 41平方可以做到三房 58平方可以做到四房 哇 真是超强 现在根据我来了解一下 好了 我现在就进到售楼中心这里了 站在我旁边的位置就是小明 说个嗨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小明 我现场小售 然后我们就会由小明 为我们去介绍这个楼盘 麻烦是你的小明 我们现在先看看这个位置 前雨这个位置 具体是位于三乡的哪个部份呢 是 我们的位置就是金冲大道 和上下里路交价 位于整个三乡的正中心位置 正中心是否意味着周边的配套 都会比较完善 是 没错的 在我们项目1.5公里的话 就是我们三乡的CVD 叫做金融中心 包括三乡的镇政府 四大银行 还有一些律师事务所 金融公司 都会在这个位置 明白 针对我们香港的朋友来计算的话 怎样一条交通路线 会方便他们来到这里 以及所需的时间 大概要多久 其实三乡这边的话 回香港其实很方便 因为整个三乡 有一个小香港之称 我们项目 说回刚才的位置 大概1.5公里左右 就是一个三乡的雅居乐客运站 里面的话 会有直达到香港的一个楼巴 那个票价就是百三元人仔 每天九点到晚上的七点钟 每一小时都会有一个班次 可以坐大巴 走港珠澳大桥 回到香港 不想坐巴士的朋友 也可以去到我们九州港码头 我们过去大概30分钟左右 然后坐船巴 再到香港的尖沙咀码头 这边的路程 亦都是跟这个楼巴的时间 大概是差不多的 不过就要转成了 加上买买 我想都差不多三个小时了 两个多三个小时了 还有一个不用问 就是走港珠澳大桥 直接经由珠海 自己开车 去到我们这边 是 没错 走港珠澳大桥的话 自己过来也很快 因为我们这边 坦州快线的话 已经是开通的了 到时候的话 你可以在坦州这边 就要上坦州快线 在金冲大道 你是一个落桥位的 直接就可以去到我们项目附近了 而事实上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比较快的 我是在前山那一部分过来的 其实我过来这里 都是用了大概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来到这边了 所以你说要去拱北 人工岛这些位置的话 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去到 所以相对时间来说 都不会太久 还有我想问回 我现在看到这里有个中山南站 距离大概多久 中山南站21年的时候 已经是确定了一点 距离我们项目 大概是6.7到7公里左右 车程大约10分钟左右 对 车程大约是12-13分钟左右 我们自己是打车远连渡航过去 大概是十多元的一个价格 这个中山南站 就是我们这边中山南部片区 的未来一个重点推幻 未来的广州的18号线 深珠城轨都会在这个交汇点交汇 未来的高铁都会在这个位置 明白 三次交汇 我想问还有这个深中通道的一个落脚点的话 距离回这里又会是多长的一个距离呢 深中通道的话 明年6月份就会正式开通的了 它在深圳前海落脚的位置 就可以接驳回港澳高速 港澳高速的话 可以连接坦洲快线 来我们前面这里 大概都是一个小时左右的一 一个小时 对了 没错 就是从前海来到这里一个小时 明白了 那我们现在过来沙盘了解这边 其实我现在看下去 感觉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枝东西 卖的话是卖什么面积呢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栋楼 整栋楼有十二层高 一栋就是这个商铺 休闲商业街的位置 由二楼起 就是4.5米的福式公寓 我们这边是大京装修的 没错 总共是两栋十五户 总共是155户 两栋十五户 没错 两栋好像比较少 两栋它还有一个走火通道 噢噢 还有一个走火通道 好 OK 这边经常是一栋 里面就是58 那它两种面积 你听上去就只有一栋 58栋可能有点小 那其实的话 它41栋可以做到三栋 两栋两栋 因为它是买一层熟一层的 它41栋可以做到80栋的实用面积 它就是香港说的话 大概880呎左右 而58栋可以做到四栋两栋两栋 实用面积可以去到1100呎左右 哇 你们的面积的实用率 如果这么高的情况下 换言之单价会不会买得很贵呢 价钱的话 暂时就未出 应该都是一万元一个方式左右出口 哦 这个是一个预计 是的 这个也是一个预计 是的 我也知道目前是一个认酬状态 顺便问一下 这边一个认酬金的话大概多少呢 是两万元的 两万元的应酬金 是的 那有没有说这个价格 什么时候下来 是可以正式认购呢 应该是最近这几天 最近这几天 没错 明白 我也都见得到 其实它楼体已经全部封顶状态了 可能做回装修 其实什么时候交楼呢 今年年底 我们这边是准现楼发售的 准现楼 年底就可以加得到楼了 四米半的一个复式单位 是的 然后它现在是一个商住的 是吗 是 商住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70年的使用年限 和住宅是一样的 哦 它虽然是商住性质 但是它是70年产期的 是的 现在还有多少年 现在还有51年 51年 前面这边就是商业街来的了 对 哦 好 明白了 好 那我们现在直接上去 看看这个这么高实用率的一个示范单位 我们现在就上到这个实体楼 到这里了 都是这一栋楼 其实分布很简单 我们出来看看 在这边一条走廊过去 在右手边的话就是这个41 对 左手边全部都是58的两梯15户 是的 两梯15户的 站在这里我也有东西想问一问 因为我站在这边 我感觉到这条过渡 这条走廊其实都挺漂亮 挺舒服 到时胶楼之后会不会是这样的状态 是 因为你看到的话 就是这个现楼 就是我们不是二地板房 你看到的话都是实地板房 所以这边也是以后的胶楼标准 包括这个灯光 这种装饰 这个模样都是我们以后 胶楼之后看到之后的样子 是 没错 OK 好明白 我们先来看小的 这个是41平方的 但是可以做得到三房两厅两次的一个户型 OK 进门口给大家看一看 和大家讲一讲 刚才小明都说过 层高是4米半 没错 4米半 所以是可以做了一个复式的 然后我们进门口 右手边就是一个楼梯位 然后再过来左手边是一间房 这边是一个玄关柜 也是鞋柜 那这个柜会不会都是胶楼标准呢 是 没错 这个柜是有的 有了贵的 然后楼梯是否都会做好 都会做好的 都会做好 是 因为41平方这边的话 按照小明刚才的情况说的 就是这里买一层送一层 意思就是买地面这一层 我们站住这一层 上面那层全部送的意思 我想问如果是送的情况下 那你楼梯又做好了 你这里会是帮忙铺过去 作为一个胶楼标准 还是中间会中空了 要自己填 不用的 我们两层是会做好的 有一个精装修的胶楼标准 哦 即是胶楼就已经是三房的状态 没错 已经帮你填好了 是的 我明白了 间隔已经帮你做好的 做好了 那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考虑 看这边的一个格局了 然后左手边这边会有一个小房 小房就说明就不会说十分大的 那么大的话 好像他这样做一个定制式的一个櫃 榻榻米床 其实都ok的 够洗够用 再过来这边就是厨房 那厨房应该就 当然了 除开所有的装饰物 厨柜包括五金配件 都会有这个胶标 这个除櫃上面这个是没有的 哦 除櫃上面没有 这些水桌是会有的 OK 好明白了 到时这边是不可以明火 还是怎样 因为一般双柱不可以明火 哦 我们这个41方的话 因为是开放式厨房 所以是不可以用明火的 只能够用电 哦 而58方那个呢 我们有独立的厨房 所以那边已经是通了天然气的了 可以使用的 哦 41就不可以用明火 是 没错 58大一点就可以用明火 没错 哦 这样 这个厨房对面呢 是一个一楼的客厨来的 做了干湿分离的 除了一些装饰物之外 那样好像一些 一些淋浴的五金配件 包括这个马桶 石油台 镜柜 是不是这些都会是 胶标 是 这些都是胶标 OK好 那过来这边呢 就是一个客厅的部分了 看这边看它是朝什么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朝西北 西北的这里是 是 没错 它是一个斜行的 一个西北和东南向 两边 哇 有条河冲网网 是 这边的话 就是鸦缸运河 哦 就是刚才驱去 上面看到的鸦缸运河 是 没错 好 明白 4米半层高 一层现在大概有多高 一层大概是2米3 上面是2米2左右 2米3 2米2 那其实我站在这里 说真的 我觉得感觉还好 虽然不会说太过开阔 因为毕竟 总高的4米半 拆开了两层 怎样都不及 人家正常的住宅 3米3米2 3米2 这样的 但是的话 站在这里 起码不会说太过压抑 就算再高一点 是吧 你说好像1米8 1米8多也好 都不会说去到垮头的状态 本人1米69 所以站在这里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 现在这个高度 OK 这边还有个生活露台 这个位置 应该会不会是传送呢 这边是传送的 这边的话 可以让你放回洗衣机 和一些生活杂物 然后开了它的话 都可以通通风 因为畢竟外边的话 会是属于这个天井位 可以让人用来放一些冷气风机 OK 这个是一楼的一个格局和状态 我们就上去二楼 这边看看 如果按照小明说的 但是楼梯也是做完的 其实我挺欣赏它的楼梯 好像这些踏脚线 和整个楼梯的铺砖的品质 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还有东西想问 关于交流标准方面 好像我们刚才在一楼踩住的地面 全部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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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二楼以木板为主 因为二楼全是房的 那二楼就是以木板为主 是 好明白 一上到二楼的话 左手边首先 会是跟刚才的这个座位置 同样的位置 上到二楼 都是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 然后左手边这边 它就会从有一间房子 这间房子的话 是可以以一个书房的形式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客房也可以 因为其实位置都是足够的 而且这里有一个比较 惊喜的地方 这间房子还是大露台的 来到这个位置 开了它是很通风 其实这个露台 就是我们刚才的客厅 出回来的露台 上面二楼的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开了它 整间房子是非常通风 除了有露台之外 我想这个呢 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外面 走廊 上边的位置 就是传送 是 赠送面积 是 传送的 这里虽然屈脂的 那么大的话 好像它这样 我们做一个衣务间 或者是杂物间 都可以 反正是本有币 本有传送的 这些东西是 那我们再过来 就是这边 另外一间 就是第三间 也是这个主人房 主人房 我们现在这里 是放了一张咪 半床的 然后呢 两边有床头柜 其实在我们这个位置 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衣柜 就是一路过来这边 包括这个初装桌 或者是书柜都可以 是的 那不算很大 但起码五藏俱全 基本上都可以放了些东西 那到时的房子 全部都空洋洋洋 是吗 是 没错 而且58个营酬金 是否都是一样 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以2万为主 是 2万为主 2万为主 大家想想 按照小明的一个预计的话 可能都要1万上下 其实我觉得那单价 可能会再高一点 为什么呢 实用性高 假如按照9千多1万元 这样计算的话 我觉得这里 可能未必会卖到这么便宜的一个价 因为主要按照4日 可以做3房 58做4房 这样计算的话 我觉得通常的单价 都是会高一点 我们一个心理预计 可能计算它1万到1万2 我觉得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这样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 对楼款或者市场的一个了解 自己大概去摸索一下 反正到时价钱出来 实在不适合 可以全退 2万元 没错 可以全退 2万元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去计算 这个丑 买一个价不适合 或者楼层间不适合 或者我过来 家人都是不想我买 反正各种原因 不想要的 那丑金都是可以照退 是 等于担定凳子把头位 一个意思 这个是1镜 我们现在来到对面看这个 58 喜迎通关 免费铁楼团 重磅回归 大湾区顺盘 长鲜看 珠海、中山、兆庆 碧海岩湖 大湾区收租王 五大特色行程 任你选 日日出发 实地考察 全程免费 独家优惠 特別推出VIP专属行程 七人商务车 一对一接送 全港范围包往返 成功事业赠送 厌收楼服务 还有价值 68888 全屋家私家电 大礼包等着你拿 报名火热进行钟 立即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54416433 联系我们 好了 我们现在看大一点 如果认为41 那个小小的话 不要紧 我们现在来看58 因为正正我从门入来的感觉 我都会觉得这个58 确实是开阔很多 人进来的整个空间感 都会舒适很多 这个58 58的话 其实这个58 可以做得到四房 但交标的话 都会以三房为主 对 对 三房为主 一门口的话 右手边是会有这个厨房的位置 和这个 toilet的一个位置 接着呢 这边呢 首先一楼会有一间房 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 接着过来 相当之通风 东南向 东南向 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南北通 就是开了门的前提 当然了 我们现在是把门开了 所以我站在这里 大家看我头发都看得出 是非常之通风 所以进来的感觉 通不通风 真的非常之重要 接着这边的话 会是做了一个厅的 左手边这里 这个柜是不是都会有了 是 没错 这个柜 包括这些位置 都是一个交易标准 没错 当然除了所有装饰品 我不再重复了 这边也会预留了一个 冰箱的位置 是一个冰箱的位置 这边大家可以做一个餐厅 接着再过来这边 就是一个客厅的位置 在这里跟大家讲讲 交楼的话 58以三房为交内标准 如果大家真的有这样的需要 或者特别拿来出租 尤其是拿来出租的情况下 其实是可以做到四房的 因为这个位置 正正客厅的这个位置 是可以拿来做多一间房 我也都问到了 交楼的话 是会议这样 即是帮我们铺域 没错 做好两层 但是交楼的话 会以单锁匙 还是双锁匙为准呢 单锁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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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门口 从这里进到来 然后这里就收租 如果这样收租的话 就可以按照刚才所说的 把这个客厅 变为多一间房 那就可以变为两房出租 相对的租金就会 收益就会高一点 是的 那这边还有个露台 如果你作为一间房 可以出来露台 就会舒服很多 在这边可以先看 这边是东南向 58的潮向好多 舒服很多 另外想问 假如我双锁匙的情况下 那我们一层的租金 可以租到多少 这边的一房一厅的租值 大概是千多元 千二元左右 千二元一层 指的是两房的租价 一房一厅 一房一厅的租价 就是说 无论我这间房 就是这个厅 他不租一间房也好 我一样都可以租到千二三 这个价钱 没错 那两层 就两千多 两千多元 是的 两千多元 两千多 那算总价的话 其实回报率也挺高 是的 这边的话 因为双住 这些公寓 主打的就是回报率 明白 假如我不是按双锁匙 单层出租 我整体按一个福息出租 那又可以租到多少 两千多元 没问题 都是两千多元 这个价 就是等于 两千多元左右 那你肯定 少了几百元 是的 那你肯定不可能按照 双锁匙的收益去计 明白 周边呢 周边一个租价 会去到多少 就是周边有没有 类似这些这样的公寓 其实我们三乡 这些公寓来说 特别是福息公寓 是没有这个对比性的 那要去坦州 坦州的话 一房 就是刚才我和你所说的 那边的一房一厅的话 租值到1200元 一房一厅租值到1200元 就是基本上 都是以他们为参考标准 是的 我们附近是 周边是没有这些对标的 好 明白了 基本上这边来说 是独市生意 独市 即到时在这边出租 但是只能够靠自己出租 你们这边是没有任何的托管服务 是暂时没有的 没有的 即是没有提供到这样的 可以去到这个中介放款 哦 即是自己买了 然后自己去放租 给一些中介 或者什么经纪 自己去放租 但是可能租到的 就可以参考你刚才说的那口价钱 没错 因为这边的确是会有这边需要的人 嗯 明白了 那这边是一楼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上来看二楼 那五十八这个的话 楼梯一样都是做好了的 那如果按照小明的意思的话 那其实做回双锁匙出租 就会更加舒服 那当然啦 如果是自己住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按照它现在这样的格局 完全不用移动它 再不是你不需要那么多房的情况下 自己打通它 做回中空厅 可能更舒服 那如果是做回双锁匙的话 那说真的 发展商这边都是遷就方便大家 专门拿来出租 所以连帮你铺也铺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呢 在外面有很多 根据呢 就是买一层送一层来计划 它不会帮你铺 它是会直接将送的那个部分全部中空了的 要靠你自己填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样的话 细帮都做得不错 所以起码可以考虑我们客户的一个需求 OK 那二楼上来这边就是一个叫做一个公用空间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拿来做一个小客厅 或者类似这样做一个书房的一个区域都可以 楼上二楼是有两间房的 那首先这边有一间 这边有一间 潮香和客厅一样的 那都是会像这个东南向 那接着转过来的话 这边就会有一间主人房了 主人房和这个客房一样的 对了 不过就比隔离的客房会大很多 那主人房这边隔离就会有一个座位了 那最惊喜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呢 我都会以为好像是小明所说 就是四十一就做三房 我说八就做四房 但是其实我发现呢 五十八根本可以做得到五房 因为我身后还有一个这样的 类似书房的一个位置 面积就不大的 小小过的 但是你说真的要睡人的话 其实都可以的 摆回一个咪二咪三床 在这里都没问题 这边呢 亦都是全赠送走廊的一个位置来的 都可以做一个衣服间 宅室都没问题的 那按照这个二楼的状况来看的话 这边是三房的 三房到时出租的收益会不会再高一点呢 三房的收益肯定会高过两房的 我也觉得是 那不过到时这些呢 都要看回你市场 和周边的一个租价 看看去到多少 畢竟这边呢 其实说早不早 说前不前 但是我觉得挺有信心 因为畢竟呢 它已经全都封了 顶起好了 然后呢 都是做回这个装修 和里面可能一些道路 商业街 一些东西的东西 所以年底就可以收得到楼了 OK 重复和大家说说 那这边呢 就是两万元的一个应酬金 有四十一 四十一是可以做到这个 交楼呢 以三房为標準 但是我发现是可以做到四房的 然后这个五十八呢 以四房为交楼標準 但是呢 我发现可以做到五房的 这里的生活率真是极高 真是很高 你说 假如自己拿来住的情况下的话呢 我是非常之建议呢 都是打了它 打了它 自己要肯定住中空 肯定会说很多的 但是你说按照出租来计的话呢 那做回这个双锁匙 交楼是交单锁匙 没错 对了 交单锁匙的 但是可以自己再做回这个门 交双锁匙 两层出租 这个回报率呢 都还是非常之和美的 OK 200元的应酬金 如果不对的话 可以退的 很快就已经是有最新的 一个确定的价钱出来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快点叫回来吧 OK 麻烦了你小明 那我们今集到这里了 那和大家一声拜拜 拜拜 拜拜 喜迎通关 智湾区吴贫婆 大湾区实地提楼团 热满地区日日出发 五大行程独家优惠 即日落回专车接送 全程免费实地考察 成功置业赠送 验收到服务及独家神秘大礼 立即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54416433 联络我们啦 custard 炊区 融幕上飞 牡蜊 牡蜊 帮特 鍋 抂 混 � 不